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接待过有没有很难服侍的 令你头都大了 头都痛了 你一次头发鼻鼻生出来 那些除非是戴假发 突然有一次很吵 吵得很厉害 是否捣乱呢 我就走出去 我就不出声望了 他见到有个男人出来 他问我是我的员工 他说老鼠 第二个是我们躺在做 因为会增加血液循环 吸收能力强一点 也在铜锐湾出现 他这就是头发都没了 没了也来了 没了也来了 他在理论来说 山头发是不行的 他特意买名牌抑衫 就千多二千块一件 还要买白色 你不要弄髒我 这条可以 他就包在我手上 他告诉了很多秘密 我们不想听 英女王的灵鳩昨天在愛丁堡停了24小時 被民眾沾揚在聖吉爾斯大教堂外 輪候進去向女王作出最後敬意的民眾數以千計 今日英女王的灵鳩會移去倫敦 先會送去白金漢宮 第二天會轉往國會大樓的西文宮 西文廳擺放 至出殯為止 英國政府昨天公佈了 由當地時間星期三即是明天 9月14日下午5時 直到下星期一 9月19日的清晨6時半 會全天候開放被公眾沾揚吊燃 當局推測吊燃的人士最少 最保守的估計都有100萬元 中局的民眾一定要準備好 可能真的要通宵突彈 全程都要站在等位輪候進入 也要求大家考慮清楚是否帶小朋友去 上一次因有皇室成員離世 而安排公開佔養的 就是數到2002年 當年就是皇太后 是小小 即是英女王的媽媽 當時也有20萬人排隊 英國人民對女王的思念 我們當然可以更容易理解得到 但可能對於一些朋友來說 他們沒有想到香港人 都會對女王有這麼深厚的一份感情 位於金鐘的英國駐港總領事館 由上星期五開始 就已經設了一個吊燃賊 給公眾悼念上星期四離世的英女王 昨天就是中秋節的公眾假期 大家趁著這個假期 雖然天氣相當之浩熱 都去這個領事館悼念英女王 市民明顯比上星期更多 人龍由領事館外面的法院道 一直延伸和貫穿了整個香港公園 龍尾還曾經一度在連接香港公園 和中環冠軍大廈的行人團叫協 不同年齡的人都有 有不少的長者也有小朋友 不少市民獻上吊燃的花束 令到在領事館外面出現了一大變的花海 市民除了獻花之外 都有在領事館外面擺放很多不同的物品 包括英國的國旗和寫上 以德誰犯東方之珠 主懷安息曼谷流芳的幻亂 還有一張英女王向群眾揮手道別的圖片 那篇圖片還印有 皇后大道東的其中一句歌詞 這個漂亮朋友道別亦漂亮 向這位香港人以前大家叫他做仕頭婆 致意的 大批人在領事館外面擺放很多手繪卡 其中有一幅卡通角色柏林頓雄 拖著英女王的手離開 旁邊又擺放了很多英女王的相片 亦有人用蠟燭砌出了 ER2 R.I.P.的字仰 意思是原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安息 有領事館的職員估計 昨天的人龍最少要排四小時才有機會入到領事館 英國駐港總領事戴衛生 昨天在Twitter發了一文 表示對這麼多香港人悼念英女王深受感動 昨天的吊宴策有超過2500個簽署和憲法 新聞媒體當然亦有訪問不少現場在場的人士 有受訪者期間不禁落雷 應用全球政治和經濟經歷的巨變 英女王的離開真是象徵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亦有說有行見證和受惠於 英女王治下的黃金時代 認為英女王是一個很謙卑的人 深受國內外人民的愛大 有將權力和成就歸功給神的大令 形容他是堅持活出生命是殊不簡單的 Now 新聞在現場也訪問了一位叫中太的市民 這個市民的反應出了一些問題 他是這樣回答的 他說如果今天不讓我進去調現得到 我找個第二天都會再來 我的目的就是要紀念這個偉大的領袖 記者就問為甚麼呢 他就說你看看有更多人就知道 這就是民心所向 這個片段是曾經播出的 Now 新聞Facebook的專頁都有相關的新聞連結 貼了這個貼文之後 很多人就走去贊號 但大約在半小時後 網上的貼文就被刪除了 播出的片段都沒有相關的訪問 我想中太的意思 所謂民心所向 有機會只是想說出 你看看這麼多人進行悼念 就可以看得出香港人對伊利沙伯二世的那種情懷 不一定是指香港人想英國繼續管治香港 但是在今日的香港 這些說話都可能變得太過敏感了 只要有可能被演繹為 成為我對上所說的那種解釋的機會 傳媒都是覺得我承受不來 不可以沒有這個險 這個會不會是太過敏就真的見仁見智了 不過一個客觀的效果就是 大家可能根本不會留意到的一段簡短的訪問和報道 竟然成為了焦點 不知道這個可否被形容為好心就敗壞事 其實這個所謂的民心 絕對可以是指人民悼念女王的心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女王真是一個很特別的公眾人物 不只是英國的公眾人物 而是全球的公眾人物 悼念女王的那種熱情 不單止在英國見到 在香港見到 甚至是全世界都見到 場面都是很虛狠的 對香港的發展是起到關鍵作用的 不認為應該因為中方和英方政客 處對立面就忽略了 英女王對香港的貢獻 女王在英國管治香港的期間 曾經兩次來過香港 可能因為這樣 以中年人或年長大的人來說 印象對她是特別深刻的 1975年5月 伊麗莎白遺世和菲利親王第一次來香港 她也是英國在位君主第一次到港訪問 那天是5月4日 那天下午 女王抗禮搭專機抵達香港 去到那個機場當然不是現在這個 就是九龍城的香港啟德機場 先先搭車到尖沙咀 途經側行道的時候 我印象中記得那裡是站滿人的 站在圍觀 希望能夠親到女王的風采 跟著英女王就搭了香港總督遊艇 慕蓮夫人號由尖沙咀出發 橫到維多利亞港 在中環的皇后碼頭上岸 當年香港政府除了舉辦很多活動歡迎她到訪之外 也暫時解除了1967年暴動後訂立的 禁止延放煙花禁令 舉行了官方的煙花表演花車遊行 又在跑馬地快活谷賽馬場為女王杯賽事頒獎 女王又參觀了剛剛落成的公共房屋社區外民村 探訪住戶 1986年10月12日 女王抗例訪問中國大陸 這次也是英國君主第一次在位時訪問中國大陸 女王和菲利普親王先後 在北京同時任的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年 總理趙紫陽 中共總書記胡耀波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等領導人會議 在中國大約逗留了一個星期 在中國大陸大約逗留了一個星期 去了北京故宮 西安的兵米勇 萬里長城等等的名勝 離開中國大陸之後 他們就再來香港 港府都是很隆重歡迎他們 女王同樣都是在香港大會堂前面的皇后碼頭登案 又檢預了駐港的英軍儀仗隊 然後就在大會堂那裡致辭 英女王訪講兩天 除了和社會各界會面之外 又在紅磡香港體育館出席青年精英會演 還探訪了沙田一個公屋家庭 兩次到訪 英女王的親民程度簡直是你不能想像 市民是可以靠得很近距離和他接觸 可能以前的保安不是那麼大的問題 大家如果想重溫這些畫面 在YouTube當中是很容易找得到的 繁榮的香港 除了看得見和整天聽得到的弱勢社群 你又知不知道每天走過你我身邊的 有多少是默默等待你伸出援手的人 我以前走錯了 現在都是想做一個普通人 但是大家都不相信我 我最不喜歡就是放學的了 因為我看到那個時候我都在媽媽接的 然後我只是在醫院接 人們經常叫我看開些 說避開不要等那麼多就行了 但其實有情緒病 我都控制不了的 我每次都要幫助 但在我的韓國語 就是媽媽的 繁忙的香港 增分奪秒的生活節奏下 一班最容易被忽略 弱勢中的弱勢社群 其實極需要人同行支援 更生人士及他們家人 精神復原人士 小數族裏 他們都是社會的一份子 需要社會各界人士支持和鼓勵 善導會在香港服務已經超過60年 邁向65 我們誠邀你正視這班隱形的弱勢社群 更希望你支持我們 用更多元的形象為一眾弱勢社群同行 除去他們身上的標籤 幫助他們發揮潛能 貢獻社會 你永遠不知道他的轉身位究竟在何時出現 就算是一場硬仗 我們都會堅持 因為我們相信 捉住這個機會 你就可以改變他的一生 引你的支持 我們一起為每個轉身 創造更好的未來 一起共建香港為包容而安全的社會 你的捐款對我們很重要 請支持香港善導會